哈啰 大家好 最近呢我和一些文具控好朋友们一起组队 所以我也成为了拼贴旅团的一员 一起去打怪吧 我们会不定时的接收到一些拼贴素材的任务 这就是文具控的伟大行道 那我们就趁这次机会啊 把我们的拼贴过程还有成品来做的去记录 收起 我们第一次任务副本呢是来自乐意的作品 那我参与了两个支线哦 第一个是要使用到 变迁本神秘学大爆炸和生物起源 以及纸胶带玫瑰圆 还有PET胶带是卖passport 卖歌和做盘 其他的是一般书店购买的贴纸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拼贴 这个拼贴主题呢我们是想要营造一种探索世界的美好和旅行的感觉 所以我们首先呢先运用到的是乐意的玫瑰圆 那其实我们先前在新年克服卡那一集也有出现过这样子的玫瑰圆的作品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乐意的变迁纸沿着方框边线漏空剪下来当成一个装饰 把这个粗肉的小狗狗啊搭配一些不同风景的贴纸素材 再写上一句我觉得很符合这个场景的名言家具来作为点缀 来完美这一场人生旅行 这一场太空旅游使用到的拼贴素材有 乐意系列的变迁本神秘学里面的宇宙核心系 纸胶带是灵感 还有PET胶带优香 至于其他的部分呢是历生活的宇宙日历 还有一般书店购买的素材纸 那接下来第二个拼贴作品呢我们要进入到太空来旅行了 如果你有看过一些宇宙探索的频道或是一些节目的话 可能对于尼比鲁还有法老啊这些素材都不会很陌生 那它配具有这种感觉有点神秘感的花卉 以及太空人和复古的纸材穿梭在其中 我们让这一片宇宙是既丰富又充满着信力 在完成第一次的拼贴任务之后呢 我们第二个任务的主角是曼书沙华 我们这个拼贴使用的素材 在曼书沙华系列里面呢 有它的PET胶带是彼岸花开的天卷 还有晴羹 以及纸胶带雨过天晴 那至于其他系列的话呢 有一般书店购买的素材纸 还有一般餐厅用来包食材的牛皮纸 曼书沙华的这个彼岸花开 雨过天晴还有它的晴羹 都是带有一点古风的气质 但是呢我们想要有一种破格的搭配 所以呢我们就使用了英文的老书本 票券还有变迁素材来作为搭配 那旁边这张牛皮纸啊 是我在早餐店吃汉堡的时候 所留下来的纸张 真的是非常欢迎 整体来说呢 它们刚好可以和彩色的末点 搭配出一种比较强烈的视觉呈现 那彩色末点旁边呢 生长出这一种白色的彼岸花 有一种幽静的书卷气息 那我们这一张小赫卡所使用到的素材 在曼书沙华系列里面呢 是PET的彼岸花开天卷 以及曼谷 纸胶带呢则是之前 有一些纸胶带同号所分享的女孩 以及一般书店所购买的素材纸和贴纸 那再来看第二个作品 是这一张明信片 我们一看到这个曼书的时候 都觉得它很适合冬天 尤其上面的白点啊 它还有深浅不同的呈现 很适合运用在深色的笔纸上面 那在我们学景贴完之后啊 就觉得说不用使用过于复杂的元素啊 来打扰这一份宁静 所以呢 使用了文静的少女 在望着这一些象征是窗户的邮票 好像是在欣赏冬天的美景一样 那旁边在点缀这一种同色系的彼岸花 让整体的温围可以更加提升 仿佛我们也身在这样子的宁静当中 大家会想要看我之前的那个天堂与地狱吗 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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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做发工的那个特效吗 我会做一块两毛一块 平田旅团真是高手名籍 只要收到副本任务 每次都有一种无比的兴奋感 之后也会陆续有更多的平田作品来和大家分享 持续随定频道和IG就不会错过哦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下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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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